新北市民政局在淡水区公所的八楼大礼堂 举办替代役急救演训 现场召集的来自巴黎、淡水还有山芝等 共78名的替代役男 特别邀请台湾急救协会的专业讲师 提升替代役男的紧急救护能力 为了强化紧急救护技能 提升救护备员人力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日前在新北市淡水区公所八楼大礼堂 举办113年 替代役男、役男EMT 训练召集 现场召集来自巴黎、淡水、三芝、石门及金山区 所有的替代役男共有78名 这一次演训全员到齐 邀请到了台湾急救协会专业讲师 来提升替代役男的紧急救护能力 今年的替代役的招训 一共有来自淡水、巴黎、金山、石门三芝 非常高兴这次78元全员都能够到齐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湾的急救协会 帮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训练 主要是有AED还有CPR等一些急救的尝试 新北市民政局专委表示 这一次的训练课程包含了CPR以及AED的使用技能 还有让被疫艺难能够更熟年的紧急救护操作 提升日常的紧急事故 还有保护亲友及未来协助救灾的能力 我在这里也呼吁一下我们的替代役 我们从民安、万安、演习、企业底的一个 都有去替代役的一个招训 所以我们在替代役十四条例 第五十二条、五十九条 有一些情奇的划则或划缓 在这里呼吁如果有招到我们公所 市政府的一些招训的话 务必来参加 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公所 我们今年一共有招训一千两百二十六位的替代役 所以我们一共分了七场 我们请各公所一起来协助我们这次的 今年的替代役的一个招训 替代役南在各行各业服务 依然属于被役身份 有义务协助政府在建制完整的紧急应变 及救灾人力的储备系统 当国家有难社会有灾害的时候 配合全民动员的系统运作 各司其职保护国家 维持社会安定 特过每年的依法进行被役役南 召集演训强化EMT 救护技术员教育课程 让大家从实物演练当中学习新知 记得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